请观赏复培梅时间 观众您好 今天这个节目里我要给您用的冷冻蔬菜 不是青菜花了 是这种所谓的湿井蔬菜 也有人叫它是三色蔬菜 我想你在这个超级市场或者是商店里头看得到的 这种这个豌豆和这个玉米和胡萝卜 三种颜色很好看 那么是在冷冻柜里头一包一包卖的 又小包又大包 这种蔬菜一般的人常常拿来 就是在西餐里头炒一炒 放在这个主菜的旁边 那么我们中国式的吃法有很多很多种 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是奶油蔬菜盒 还有湿井蔬菜的沙拉 以及这种蔬菜沙拉卷 还有湿井蔬菜沙拉会咖喱牛肉等等 好 那么先要做这个第一道的这个奶油蔬菜盒 它有一点像这个泰南的小吃那个棺材板的样子 那么你买面包的时候叫它不要切的 你买一截这个大的 那么回来以后给它切成四块 也就是说这个一寸厚 一寸厚一寸宽 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去给它用热油炸 炸好了就是这样子一块金黄颜色了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盖子 所以把这个0.5公分的这个上面这一块切下来 然后用小刀子把这个里面的秧给它挖出来 这个里面就给它放我们这个超好的这个蔬菜的料 那么这个蔬菜料主要我们用的这个三色的这个蔬菜 它们叫湿井蔬菜 也有人叫它是综合蔬菜 这个在冷冻这个食品里头呢蔬菜里头是最常见的 那么外国也就是西餐里头呢 多半都是拿来炒一炒 放在这个煮菜的旁边 而我们中国的吃法呢就很多了 像今天我第一道菜呢给您介绍的这种做蔬菜盒 这个蔬菜呢这个冷冻的一定要开水滚了以后呢 在水里头烫一下 烫一下 这个呢是要让它一方面呢是为了干净 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这个能够让它有一点热 虽然它是当初做的时候呢已经杀清过 这个已经熟了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把它这样子再烫过 烫了以后呢再来炒 好烫好了 好了那么这个水呢就不要了 那么关于这个不是不要了 我们用这个呢等一下要来烫我们的这个虾仁 虾仁 这个虾仁呢要用一点这个调了水的太白粉 调了水的太白粉和一点盐 把它这个腌过 那么这样子腌过了之后 应该是先腌这个东西 那么放在冰箱里头差不多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拿出来 把这个呢也要用开水呢把它烫一下 好把它烫一下 那么腌的时间久一点 这个虾仁呢比较能够吸收这个太白粉 等一下呢就比较滑嫩一些 那么这样子给它这个烫熟了 烫熟了呢我们就捞起来 跟那个蔬菜 混合的这个三色的蔬菜呢放在一起 好就这样子给它烫熟 烫熟一定要给它熟 好了那么这个菜 那么这个水呢就不要了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炒了 那么炒的时候呢这个 这个需要一点这个切碎的这个洋葱 这个洋葱呢已经切成洋葱末 脆碎的 用油呢来炒这个 好锅子呢烧热了 热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油 差不多两汤匙的油不要太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好把这个洋葱呢给它炒香 把洋葱呢差不多两汤三汤匙 把它炒香了 好炒香了之后呢 这个里面呢要放面粉 要放这个面粉 因为这是一个糊状的东西 这个糊状呢并不是靠这个太白粉勾芡 而是用这个面粉呢来给它炒一下 这个拌面粉炒一炒 拌面粉炒一下之后呢就用这个 就放高汤 这个汤 把它 煮得黏黏的 好煮得黏黏的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蔬菜倒进来了 好最后呢还别忘了 还要给它调味 这里呢少许的盐 一点点糖 一点点胡椒粉 还有呢这里呢 最后呢还要放一点牛奶奶水 那要全部都调好了之后呢 放一点这个牛奶 鲜奶 鲜奶呢不要太多 有个一汤匙多一点 两汤匙不到就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料 那么把这个料呢 就往刚才做好了的这个盒里面呢装 好我们平常呢 看有几个人要吃呢 那就做几个啊 这个就是奶油蔬菜盒啊 所以这个颜色又很漂亮 那么尤其是孩子们吃起来的话一定会很高兴啊 各种颜色都有 那也不一定是用虾仁 你也可以用鸡肉来做啊 也可以用这个牛肉来做啊 或者是用什么新鲜的花枝啊新鲜的干贝啊都可以拿来做 好那么这个做好了 做了几个盖呢都要给它再盖上去啊 谁的盖都要给谁盖上 好 今天呢我做了四个 这个呢我叫它是蔬菜盒 奶油蔬菜盒 就是用冷冻的四井蔬菜 就是中和蔬菜来做的这个第一道菜 那么下面呢要给你介绍的呢是这个沙拉 我相信大家都会做啊这个 好 那么做这个四井沙拉呢也是一样 这个四井的这个料呢 也是用的这个四井蔬菜的这个料也是烫过了 然后呢用冷开水把它 因为你要想快点让它凉 就要用冷开水再给它这个冲过 然后给它沥干啊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放的这个配料 不一定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先用这个 加一点这个这个马铃薯啊 这个马铃薯呢已经给它煮熟了 你也可以用大芋头也很好吃 这个煮熟了的马铃薯切这个丁呢 跟这个这个三色的这个料差不多大小 这样子呢放这里面 看你要做多少 那么有人呢喜欢把这个马铃薯呢 先切了丁生的来烫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呢这样子整个的煮熟了以后 再切成丁 吃起来呢稍微香一点啊 这个马铃薯的这个挑选的时候呢 要挑选的不要太新鲜 稍微老一点的这个马铃薯的这个颗粒 这个比较细腻啊 也比较香 但是呢千万不要挑到这个有芽的 有芽的发青的地方呢就会苦苦的不好吃了 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如果喜欢放火腿啊也可以放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不放 而我们在最后那个要撒上这个 用杯坑炸好了的这个这个料啊就是这个 给它当做一个这个香气 好这样子那么这里面要放的就是沙拉酱了 就关于这个沙拉酱不一定就是这个味道的 有人喜欢带一点辣的就放一点这个芥末酱啊 Mustard的也有人喜欢这个放颜色好看一点呢 就放一点番茄酱 那么一定把它拌得刚刚够啊够这个粘啊就好了 那么至于说这个的这个东西呢我们通常呢用一个模型啊 好比说今天这个是这种模型呢 呃其实呢要好看一点有个那种带动的 用冷开水呢把这个模型呢给它啊当一下 给它呃湿一下 湿一下以后呢再把这个做好的这个沙拉呢倒进去 倒进去 好那么这样子然后呢给它呃压平啊 压平的等一下呢给它扣出来啊 扣出来 扣出来 这个模型呢不是什么很这个 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让它这个圆一点啊 这个出来的时候的这个形状啊 在中间啊 呃圆一点 那么这里呢我已经榨好了三片这个bacon 这个bacon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一条一条的那个 呃他们叫腌肉 那么榨好了以后呢就给它包起来 然后呢用力给它压碎压碎或者是拿刀子给它切成小钉啊 好那么切成小钉给它刷在上面 吃的时候呢就会很有呃香味了 那么这个bacon呢这样子给它压碎了以后呢 给它切成小钉呢 刷在上面 好 这个就是今天给你介绍的这个呃这个沙拉 就是用这个湿井的也就是中和的这个冷冻蔬菜做的第二道菜 那么等一会呢我再给你介绍第三道还有第四道呢 好下面要给你做介绍的这道菜呢 那四锦素菜沙拉卷啊 就是用刚才的这个拌的这个四锦沙拉 但是呢要里面有再加一点其他的料 其他的料今天加的呢是羊火腿和这个风鲤片 现在广东餐馆里呢很流行这个一道菜 就是用这个纸包的这个虾啦 或者是鱿鱼里面就是用他们放了菠萝在里面的 那么也许你会觉得那个沙拉酱一炸不是都会化掉吗 事实上呢它并不会化掉啊 要用大火快炸不会化掉 好这里是西洋火腿就是ham 我们给它用这个三片或者四片 切成小丁就给它放在刚才做的那个沙拉 四锦沙拉里面拌匀了 那么就拿来包 那通常呢这个餐馆里用的那个微花籽是一种大的糯米籽啊 现在呢我们并不用这种籽来做 我们这个来包呢最方便的 也就是大家最容易买得到的是什么呢 是豆腐衣或者是春卷皮啊 所以呢今天呢我用我没有用微花籽 微花籽呢它就是糯米籽的大张啊 那么可以拿来在广东餐馆里呢常常拿来包东西的 就把这个四锦沙拉里面加了这个凤梨和这个洋火腿之后呢 我们就用春卷皮来包好了啊春卷皮 这个春卷皮呢要有看好光面朝外啊光面朝外 就把这个调好的这个四锦沙拉呢 给它包两汤汁啊要给它放的这个稀长稀长的 我不晓得你是否能够看得到啊 这样子稀长的呢以后就要卷起来 比普通的这个春卷要来得个又细又长 然后呢这个风口的地方呢要用一点面粉糊呢给它粘住啊 要给它这样子 那么折好了以后呢给它卷 卷的呢差不多有半尺多长的细细长长的一个一个一个春卷 那么就把这个呢拿来炸啊这个拿来炸啊我想这个做春卷大家都做过啊 都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料呢给它放两汤匙 那么这里面呢因为有水果啦因为有枫梨在里面 所以呢吃起来呢又是另外的一种风味啊 好就这样子卷卷的稀长到了一半以后呢 左边右边呢做到里面去再卷一下 那收口的地方呢封口的地方要用面粉加了水条的面粉糊呢 把它粘住然后呢就给它再滚一滚 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要拿来炸 那么炸的时候的这个油的呢温度呢不要太高啊 那么油太烫了的话呢容易焦 但是呢也不能太凉啊 这个油因为我们这个炸了太久了的话 那个那个沙拉酱会会化掉 所以呢因为里面的料呢是熟的了 所以呢就是用这个稍微比普通炸东西 要稍微热一点的油呢来炸这个 那么炸好了的就要给它切开来啊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炸好了的 就用这个干净的板子啊来切开来 那么 要用这个大的这个火啊 用大的火赶快把它炸成这个金黄颜色 把它炸成金黄颜色呢用干净的板子呢把它来切啊 好 切的时候呢可以切斜角啊 为了吃起来方便斜的一切二啊 这个里面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好了这边这两条呢也就好了 这个炸最要紧的一点不要炸的太久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炸的太久呢这个沙拉酱真的是会化掉 我们用一个圆的碟子呢来装这个菜 其实呢这个也不是当做菜啊 这个里面很好看的这个切口 朝外给它这样子摆的 当点心吃是最理想的啊 你也可以切成三段也可以 不一定是两段 这个吃起来好像这个沙拉酱的 有滑滑的这种感觉啊 在嘴里会化的感觉 真的是很好吃 您不妨试试看 这是给你介绍的 用这个湿井蔬菜给你做的第三道菜 沙拉卷啊 湿井沙拉卷 好那么下面呢最后一道 就是用湿井蔬菜来给你焗这个咖喱牛肉 这个牛肉呢你必须要先把它先煮熟 今天买的呢这块呢是这个肋条的部分 这块肋条的部分呢已经煮熟了 所谓煮熟呢差不多煮半个钟头啊 那么这个牛肉呢已经够烂了 然后呢就把它切成这个薄片 这个所谓薄片呢差不多一公分不到的这种 呃片 这个太大了啊中间再给它开一刀 因为要配合这个这个豆啊 所以它这个本身呢不能太大 那么这个呢因为它是一种饭类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准备一碗这个饭 或者是用盘子装一盘这个饭 好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牛肉呢 都给它切成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块 这个半斤的这一块内条烧好了呢 能做相当多的一份 还有煮牛肉的汤呢也留着啊这个也要用的 呃那么这个蔬菜呢差不多有一饭一碗 啊退了冰的有一杯啊一饭碗的这个这个十锦蔬菜就好了 好那么这里呢就开始来炒了 呃那么这个炒的时候呢首先啊要把这个 洋葱啊洋葱靴啊把它炒软 好对了我们洋葱还没有切啊 我把洋葱呢来切一下 呃要把这个洋葱呢给它这个先爆香 因为通常呢这种呃牛肉的东西啊 啊用这个洋葱来起油锅呢是最呃好吃的啊 啊那么这个洋葱呢也给它切成这个啊 跟刚才的这个呃其他的材料一样 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个 这个湿井的这个三个颜色的这个材料一样 也把它切成这个一公分的这个释放丁 那么用油呢来给它这个这个煸炒 先让洋葱的香味出来了才能够下其他的料 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是咖喱粉 假如你买到的是咖喱块的话调味就不用了 因为咖喱块的话它里面都有调味的 好现在油热了呢就把洋葱呢下锅啊来煸炒 那么洋葱焯软了呢咖喱粉就可以下来了 呃如果你用的是咖喱块的话呢 那要等到最后才放而不是放下来一起炒 因为是会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呢是带汤的 那么这个牛肉本身呢要给它烧啊 整个的烧的时候呢烧的差不多八九分烂啊 烂一点才好好洋葱够香了那么这里呢就放这个呃 放这个这个咖喱粉这个咖喱粉放下去以后呢 一定要很小的火慢慢啊因为咖喱粉很容易焦啊 很容易焦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淋一点酒下来啊 然后呢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个煮牛肉的汤 这个汤下来以后我们再把它火开开 然后呢给它烧烧滚 同时呢把刚才切的这个牛肉啊 这个市井的这个呃菜的这个汇料啊 都给它呃下锅 不过呢先把味道要先调好啊要先调好 好这里呢是盐啊盐 这里呢是少许的味精 这里呢是糖 呃胡椒粉不要因为所谓的咖喱粉里面 它已经有胡椒粉的成分在了 所以呢不必要再放这个呃胡椒粉下去了 那么我们就这样子给它这个呃烧一下 让这个肉能够透进去味道啊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用一个盘子 用一个圆的碟子 要用一个圆的碟子呢把饭啊装好 那么或者是呃你可以把整个的做好的这个 拿到这个桌子上以后呢再给它装饭 那么好了这个烧好了这个烧一会儿以后呢 就把这个湿井的这个呃蔬菜料可以放下来了 好 那么再一起烧啊再一起烧一下 如果汤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 这个当然看你要几个人份啊几个人吃啊 这个不一定 那么我今天放的咖喱粉呢只有一汤匙 如果喜欢吃辣的咖喱粉的量还可以多一点啊 那么如果你是很容易买得到一块一块的那种块状的 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放进去 而咖喱粉呢就不要用 好那么最后呢因为是个会的饭 所以呢需要一个勾芡啊 好需要勾芡 这里是呃我们的这个这个呃做好了的饭啊 米饭 好这里是那个呃调了水的太白粉 这个水加太白粉来给它这个调好 那么最后呢就给它淋下来 但是呢这个汁不能太干 因为它要拌这个饭吃啊 所以这个汁呢要要要要稍微有一点点黏就好 这样子就好了 这个湿井蔬菜冷冻的湿井蔬菜啊 呃做这种菜非常的方便 颜色又很漂亮 好 今天的这个呃 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啊 给各位介绍了呃 呃介绍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呃题目啊 呃主题呢是三色的这个冷冻蔬菜 也就是胡萝卜和这个豫豆以及这个呃玉米粒啊 啊 那么 好放在这里好了呃呃呃呃这个Cameroman看看你们的功夫这个应该怎么照了我就不知道了啊呃呃这个沙拉呢我刚才呃呃就是做完了以后我忘记跟各位说了这个东西呢呃杀了吃沙拉的时候呢也像吃虾松啊吃鱼松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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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松一样的你可以用生菜来包着吃啊呃呃 即将生菜或者是用中国生菜包着吃 也很好吃的 有人吃沙拉就觉得它太麻烦 好像碎碎的 很难用筷子夹 事实上你可以用菜来包着吃 那么如果想吃的更饱一点 你可以用春天皮或者是用单饼来包着吃 也都可以 那么这个从上个礼拜开始 一系列的再给各位介绍 这个冷冻蔬菜的各种用法 那么投一次 也就是上个礼拜给您介绍的是青菜花 因为青菜花很多地方新鲜的买不到 尤其是在夏天 而且放两天就变黄了 它的翠绿的颜色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就干脆买冷冻的青菜花 因为它是已经杀青过的 所以你怎么煮它也不会变颜色 那么青菜花很好吃 主要是它的颜色很翠绿很好看 那么从上个礼拜开始介绍冷冻蔬菜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所谓的湿井蔬菜 湿井蔬菜也有人叫它是三色蔬菜 或者是中和混合蔬菜 这也是冷冻蔬菜里头最常见的 那么下个礼拜要给各位介绍的是冷冻的湿井豆 有很多种吃法 也许你都不曾买过冷冻的湿井豆 那么在台风的季节 所有的蔬菜都会涨价 尤其是清清绿绿的这种蔬菜都很难买得到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又卫生又经济 而且这个已经很方便 我觉得它已经都给你清洗过 而且都给你撒清过 有的都给你切好了 实在是很方便 所以就用冷冻蔬菜来做一些菜 那么下个礼拜的是做冷冻湿井豆 再下去还有冷冻的豌豆 冷冻的毛豆汁 都可以拿来做菜的 我们这个冷冻蔬菜除了上个礼拜 离成绩正来介绍的五种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种 只是和季节性而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到了烧鸡市场 不妨多去看一看 有这个CAS的标签的 所谓的标准的中华民国的农业产品 除了这种冷冻蔬菜就可以买来用了 可以放心地吃 好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跟您介绍的是湿井蔬菜的四种吃法 一种是像棺材板一样的 做着奶油的炸出来的 这个真的是小孩会很欢迎 再就是沙拉 那种沙拉的加工的这种像春卷 然后又给您介绍了这烧饭 本来还想给您介绍 用番茄酱炒的烧饭 或者是用虾仁炒的烧饭 都可以用湿井蔬菜来做的 好了 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